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教主 嘩 咳嗽 嘩 早安 看到市場抽了一萬七千六 嚇倒了 OK的 市場不錯 今天還是能夠延續上星期的升勢 還有要繼續升那些積優股 還繼續抽上去 你想想那些熊仔 重貨那些一萬七千六 那些幾檔都收益 都打光了 我都覺得如果看圖 那個指數似有突破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有得想想 再上萬八更高的位置 那樣子的成交又多了 你怎麼看呢 那他就試一百天線了 一萬七千六百幾 一直不斷試這條線 但還沒穿 但是五十天線那些穿了 現在是差一條一百天線 二百五十都穿了 一百天線對上 就是差不多四月中的時候 上過去 那次是上到二萬點 接著下來穿了之後 這次咬了上去 又再試穿一百天線 那兩手準備 你說穿不穿到 真是不知道 穿到可能一百二 一百四的位置 就是多夾一千點不期 但是你穿不到一百天線 就今個禮拜回一些 也不期 所以你真的要兩手準備 那外圍那方面 經過上個禮拜之後 今個禮拜估計會剩下一些 港股 會剩下一些 還有累積升幅很多 有些業績股 市 所以今個禮拜頭 一二三 星期一二三 可能會剩下一些 禮拜四禮拜五 才會變大 所以就五十五十了 你可以買一點點 駁他穿一百天線 直奔一萬八千點 其實想不到他真的要走 想不到他真的要走 你是不是走完之後 轉手做一些熊仔呢 那時候再想 那時候當然站不到 那個直撥率都夠高 你去到一七落這樣 去到沽它下來 這樣水就夠了 問題就是今天那個情況 我覺得是像上個星期尾那些 餘溫 還沒散 還沒完全 股價還沒 怎麼說 還沒興奮完 繼續去抽 京東 阿里 唐順 那樣的 我們都看一看 上個星期 結果教主 就贏了牛熊挑機 這個比賽 為什麼呢 就是你那隻牛來的 恆子牛 如果你論整個星福 恆子都很好 那隻66697 結果升足超過六成 那 直接是由頭贏到星期尾那種的 所以 這次來講 那個Q點就加碼了 因為教主贏了 就會淋那五百元下去 這個星期誰贏呢 是起碼贏到一千元的超市禮券 非常之順 那好啦 那今天呢 那個參賽者是誰呢 教主你先說 你今天就選一些阿里巴巴的淡倉 是啊 阿里巴巴紅 五六九八二 五六九八年 這隻巴巴紅呢 今天就對了 阿里巴巴夾了幾元上去 那就上到去八十二元的 那這些位開紅呢 我覺得OK啦 上個星期一直都講啦 那它就八十元和八十二元 今天呢就穿了 就是補回五月二十三號那個裂口的 沒錯 補完了 那跟我們上個星期的部署一模一樣了 真的補到了 給它 是啦 給多兩元你就補了 那補完那個裂口的都休息一休息 上個位再上個位就85元的了 85元 但是我覺得85元不是沒有機會 不過都給它休息一休息 是不是 所以我選一隻高槓桿的五六九八二的 那這隻的紅呢 就收回價87元 不是沒有風險的啊 如果你說 休息一休息很少 接著充85元就很高風險的 收回 但是有15倍槓桿嘛 87元收回15倍槓桿 我覺得值得玩啦 五千多 是不是 不是說它的業績有什麼不好啊 不敢說它 不過都升了很多啦 阿里巴巴升了10元 休息一休息就OK啦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是夾一下 膽倉使然的 令到阿里巴巴可以這麼短時間 出完業績 衝到這麼行 那樣 那些大口都搶得挺好的 我又見到 不過呢 另一位參賽者呢 就和你打對台了 因為呢 它簡直是自稱為 Baba is the best team 那它今天呢 就選一隻呢 66136 你和你去 對決的 真的 因為這隻是阿里的牛仔 來的 號碼呢 就是66136 完全是覺得阿里巴巴說 沒得輸的樣子 它寫著 所以呢 它這隻呢 74元收的 一隻牛仔 大概8元左右的距離 那拿著的槓桿呢 就不合理的 你薄一些 七倍槓桿 那很明顯的 看上去是薄破頂的 但是當然啦 因為 如果要和你去鬥呢 那看下誰呢 就適合方向了 阿里巴巴確實是 就是 今天幾隻大鼓來的港呢 是非常之強勢的 那看下可不可以一直升到尾了 暫時如果算今天下午開市 即下午開市 就是下午開市位去算 那當然是 教主來著數啦 給個高位去沽 那要看一看情況是怎樣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個禮拜阿里巴巴還可不可以繼續抽上去 另外呢 有位阿成的呢 他就不選過股了 那就選一隻恒子的紅呢 你也知道的 這隻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熟口熟臉呢 有人選過的 是啊 選過的 選過的就是 還要贏了 靠這隻 65006 恒子的紅剩 那這隻收回家呢 原來還對的 都對的 17,800點 當然 因為他選的時候 就不知道今天可以升到整個早上 200多點 那所以呢 很貼的了 100多點的距離 拿一個非常之高的槓桿 65倍 那這些呢 就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的那些來的 很明顯 就是說 如果說不適合到17,800呢 如果這個星期的攝回 它是有機會 還有那個夜面都很高的 這麼高的槓桿 開的時候 就是曾經先幾天的 教主 你覺得這個 因為你說這個星期 都可能中段或者後段才走 是啊 接著這幾天可能剩下 可能178有沒有機會 就是碰到呢 真的 我其實覺得碰到 可能未必是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我覺得應該會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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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個股 都累積升幅都大了 先休息一下 所以178應該不會被收的 但是你說跌下去 整個指數跌下去 我覺得還沒那麼快 是的 雖然你說ATM 可能見高 見高有些回套 但是無法否認 5號在941 就好像有些接力這樣 所以 其實 你不覺得 那個氣氛上 都幾整體 令到那些股 抽回去了 是啊 可能是 真的 一堆跌 一堆要回套了 升得多了 一堆又接力了 那堆接力都升了 回套那些又夠了 又抽回上去 所以我覺得 指數未必會跌太多 上去也未必會很快上去 所以指數可能會牛住在那裡 他這隻65006就很高槓桿的 除了你想玩 挺貼的 是的 玩一些很短的 百多點的話 這些對 六十幾倍的 我想這位阿成 他就不是說 簡直那麼高槓桿的 不過今天就夾了200點上去 他跌了三十幾個巴仙 那就變了高槓桿而已 選一顆的時候 沒有那麼高槓桿的 那時候是三百幾四百點距離 如果你計算 上個星期五週 所以沒有想過 這樣又繼續抽二百幾點上去 真的 所以你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去看看 如果你說 ATM最後夾了一棍 中移動的 中移動的 又接到力的話 這樣八幾二百點一 衝上去 那你很大機會收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 但是這些就很適合短炒的 這隻東西 對呀 對呀 你去即時玩 都未為過 對呀 這隻是即時 對呀 不過真的要看 我看到內險股 今天都做得挺不錯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不覺得這些平保呀 那些太平呀 不知道做什麼爆上去 那大家自己看一看 反而我覺得這個星期 你看到上個星期 玩業績完全是贏了的 所以你今個星期玩業績 對呀 禮拜三小米會出業績的 所以我覺得是要想的 其實都遲了的 禮拜三出業績 禮拜一才部署 但是 嗯 都還有些水位 駁上十八個幾 十八個二都可以的 我覺得 那我可以看一下 一隻全場最貼的 摩通竟然有 出了一個新的牛仔 六七五三二 六七五三二 這一隻 你以為全場最貼 其實它是十五個九收的 十五個九 就是用來止蝕 這個位 我覺得 那應該是之前那個底位 那一個多人錢的距離 但是給了六倍的槓桿來 這隻就很好玩 我覺得 如果阿里 小米一路這樣 就著禮拜三收市前 都是繼續抽上去的話 這隻給了幾好的 不錯的回報 我覺得 如果京東 阿里 尤其是京東 業績都不太差 你知道它買些三絲產品 都做得挺好的 我就說 小米這個家電股 真的值得想 還有它手機 很多地方市佔率 已經是一路抽到上去頭三 連日本也是 我都想不到日本人 都這麼喜歡賣小米手機 便宜 性價比真是高 便宜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小米是值得衝勁的 尤其是手機業務 再加上它多講 它那個SU7 它的車 究竟賣成怎樣 衝起一下 很容易抽上去 18個月 18個半而已 所以可以試一試 67532 教主你怎麼看呢 本來我都選一把零些牛 或者叫的 因為今個星期 業績最 不是說很大憧憬 最焦點性的都是小米 今個星期應該是平保那堆 平保一向都不太焦點 事裡面 所以上個星期 那些是阿里巴巴 京東 騰訊 你估物論業績 就是子女行關間 有沒有什麼魔鬼細節 其實看起來好 其實不好 你別管它 但是我估計是升的 業績 是不是 是啊 所以你的小米的業績 只要是對板 不需要去搞這麼奇怪的事情 那我想它都應該有多一棍走上去的 你小米的話 你就看上次的高位 6月的時候的高位 大概18個半而已 那現在好像還有8毫升 1元的水位 那OK啊 那這陣子是炒業績的 那這個星期最焦點性的都應該是它業績 那就集中火力在這裏 嗯 沒錯沒錯 那都可以看一下 那這裏 又說研究它那個小米的車 進軍歐洲 那你想一下 就是很多汁 你可以憧憬 那所以小米不要放過了 67532 所以你看到今天那些耐銀都破位 上 漂亮得飽 但我不太敢搏 那些 那些 一對一 那樣 幾格 一行走幾格 那我覺得很危險 就是 看緊一點先 那搏小米 可以這樣想 那好吧 那今天差不多了 好 我們星期四再談一下究竟 暫時的戰果是如何 那最後要問教主 剛才我們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 好的 那我也沒有持有 那好吧 我們星期四再談過 麻煩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記得報名參賽 拜拜 拜拜 過往表現 並不代表將來的表現 投資者 需長閱有關上市文件 施行評估風險 並在有需要時 諮詢專業顧問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CA 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